當晚有19位議員出席過這個宴會 我已經逐一去聯絡我所知道出席的議員 提醒他們 無論有否接觸初步確診者 都必須跟衛生防護中心合作 以及儘快做檢測 在證實檢測結果是呈陰性之前 不要返回大樓或中信大廈的辦事處 我也要求相關的議員提醒他們的助理 都必須做檢測 據我所知 有些議員沒有去到當日的宴會 在這兩天都自己去做檢測 我了解目前是有四名議員需要進入築高灣檢疫中心進行檢疫 就包括陳仲利 邱達根 陸漢文 和鴻文 我相信全體議員都會配合 防疫的工作 我在日在未知識事件之前 其實已經和秘書處開會 要提醒議員和職員 在疫情裏面要加強防疫的工作 知識事件之後 亦都是即時安排消毒立法會大樓 和中信大廈的議員 留層的工作 至於下星期三的會議 我們會密切留意疫情的發展 再去做決定 我現時目標都是如期進行會議 大家都知道下星期三是第七屆立法會的首次會議 亦都是行政長官的答問大會 這個是公開而是重要的 公開互動平台 議員可以代表市民向特首 提出一些大家都關注的問題 包括在疫情下 對各行各業的影響 以及如何處理等等